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杜比喬尚庆 为各位介绍Photoshop CS6的新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它的这次的界面 以及效能的改变 首先我们来启动一下Photoshop CS6 这是Photoshop CS6的启动画面 我们打开之后就发现它的界面变成了一个深黑色 我们可以到Photoshop的偏好设定 选到界面 在这里面呢,它有四种的颜色可以选 在旧版的软体里面 我们可能是属于这种中灰色系的 但现在在Photoshop CS6里面 它选择了这个颜色 接近了,有人说接近Lightroom的色彩 那它的作用就是让所有的摄影师或影像编锈的人员 可以更专注在照片的本身 点选完之后,按确定 同时这时候我们可以跑到Bridge里面来看一下 这是Bridge CS6 我们开启这张模特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张图片里面呢 我们如果在旧版的时候有一个功能叫做异化 我们可以到滤镜下选择异化这个选项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功能来帮模特身材做一些修饰 让该瘦的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版里面 它多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在笔刷大小这边 Photoshop CS5的时候 它这个笔刷大小限制比较多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旧版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Bridge CS5旧版的操作 同样是这台电脑 同样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OK,我们先来看到的是Bridge CS5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时候我在操作 CS5的异化功能 这时候它在开启的同样的对话框 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开启之后 我把画面缩小一点 看到右边的面板 第一个选项 比刷大小的部分 在CS5的时候,它最大只能到1500 也就是说,我们的比刷一次能够做到的量体或面积或强度 它的范围比较小 同时这时候你在画面上拖拉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反应时间比较慢 会花久一点的时间才看到结果 好,那我们切回到Foresha CS6来看一下 首先在CS6里面 这个比刷大小 它有做一个比较大的选择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一路往右拉 拉到原来的10倍以上 15000 好,那我们可能在这边就可以 有比较大的自由跟弹性 去做大图的一些设定 同时我们现在可以随便设一个比刷 这个好像太大了 我们把它设小一点 以这张图来讲的话 我在画面上很快的即时的去拖曳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图片 非常的快速的反应 我要的一个变形的效果 所以我如果要把这个原来的门 变成一个拱门 或者是做特殊的一些拖曳 很快的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这是Foresha CS6 在效能上一个很大的提升